35年政府算的它还有五万九千元 这样一来一回我们大概就差了多少 用最擅长的写白板计算退休金 越算越气 李慧兰当了31年国小老师 打算近期退休 原本以为月退能领五万多 但年改新智 师资美满35年 其实只有三万四 三万多块钱 在现在这个社会我们要养小孩 比如说我还有一个小学 四年级的小孩 这样的状况谁敢去退 到了十年二十年之后 可能只剩下一万块钱的价值 退休金一下子差两万 焦虑全写在脸上 不止李慧兰哀叫 许多在职老师和公仆更质疑 蔡政府端出年改试算器 却只针对已退休公教人员 等于把年改包糖衣 限职的教师都不适用 那用这样子来混淆试听 事实上是非常非常可恶的 而且它的试算里面 应该照理讲 应该用最后15年的平均缝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用最后一年的这个本缝来计算 年改版本所得替代率降百分之十五 如果一名公务员 年改前月退五万五 全序部的试算器 才本缝两倍来算 月退四万一 少二十五个百分点 但年改上路 时采十五年平均缝当分母 只能领到三万三 等于少了四十个百分点 也难怪IP算假的 它费力要调高到五成 那几乎力要下降三成四成 甚至高达五成 那砍这么多 它怎么受得了 公交怒火蔓延 考试院长吴锦玲表示 有必要的话 他愿意跟李莱希交换意见 年改大刀高举 公仆老师最先挨刀 记者董佑君 邵玉米SNG小组 台北报道